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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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出版过一些书 但是我个人觉得最辉煌的 就是我觉得可以作为阶段性的画一个句号 那么当时为什么下这么大决心要在清华开一个课程呢 因为我当然下学期就要去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 所以这个课程我个人觉得是一个里程碑 当时就是跟清华大学的徐克教授我们反部讨论 但是之前有跟顾老师 顾佑教授讨论过多次 慢慢的就是有很重要的几个概念 计算思维还有这个智能经济 这是围绕了区块链 慢慢就比较形成理论体系了 这套理论体系呢 我后来这次 上个月我计算在美国待了一个月 本来我到美国的心态是想弥补我当初 因为我在顾佑教授面前呢 我是很自卑 因为顾佑教授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我就知道MIT拿了国试了 我还在清华这儿胡货 这个我没出去 当时各种音色扬差我没能出去 所以我一直觉得这辈子很缺憾 所以我本来抱的是一个到美国去补这一课 补顾老师的这一课 我也到美国去不管怎么去呆紧 但是我突然这次 上个月到美国去了的感觉是什么 不光是去补课 是吧 当然英语的课还是要补课 但是我发现我更多的是去传播 不是说我故意想扮演一个传播的角色 事实上是 因为在美国 我在华尔街 在硅谷遇到一大批人 他们比中国更渴望 需要一个解释比特币和区块链现在的状况的一套理论 他们也没有 他们也没有 没有介绍 没有谁 谁都问我 比特币为什么价格这么高 数字货币为什么现在这么火 为什么有区块链 他们也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 所以我给他大概讲了一下 在中国我们这几年的实践和理论 他们都觉得 至少是非常神奇吧 好多用的词都是叫做什么呢 就是叫做脑洞大开 就是说 也是非常感兴趣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 不管是实践和理论上看索 都是非常有意义 那么在清华之所以开这门课 最后名字叫赛博智能经济区块链 很大的成果是我跟阿里 这个顾问周子恒 周子恒老师短途讨论 最后产生了一个智能经济 这么一个概念 这概念怎么来的 我觉得周子恒 他是中国的这个真正正统的 经济学界里 真正能抓住现在所谓 互联网新经济的特点 他抓住的是什么呢 就是交易大报价 他类比的就是 过去工业革命 英国的工业国民那个生产大报价 他抓住了交易大报价 当然这是一方面也是事实 对吧 就是说这个 关于生产大报价呢 我们有一个形容 叫这个大规模化社会生产 是吧 那么现在呢 他基本上形容 我们现在面临的所谓互联网 新经济呢 是大规模社会化交易 交易效率极量的提高 当然刚开始我听到他 说这一点的时候呢 我心里是画满了问号 因为原因很简单 我第一概念就是说 你交易是大报价了 对吧 什么双十一双十二 对吧 每年都创起新高 但是你结果是什么呢 是不是对经济有好处呢 我的第一印象里就是 你马上是不是就会产生大量的剁手打 对吧 只是大家为了交易吗 为了买便宜货吗 表面看就是这样一些现象 所以在两年前的时候 2015年 蚂蚁金服呢 当时请我给他们写一个双十二的准备文章 当时给我发了个email 不爱乎展示一下 他们双十二的当时创造的销售的成绩 就是好像突破一千亿了 那年双十二还不是双十一 突破了一千亿的销售额 他们就觉得很了不起 希望给我发这些数据写文章的意思 显然希望我推广他们一下 对吧 给了几千块钱 歌功颂德一百 但是我当时一看的数据 我心里就非常设计 我说你产生了那么多剁手打 还让我给你歌功颂德 没门 但是我转念一想 我一想到区块链 我突然自己豁然开了 我后来就给他写一篇文章 就要用区块链把剁手党的手揭起来 这篇文章写好以后呢 发给了蚂蚁金服 我本来觉得恐怕多半时辰大 因为观点跟他们当初想 想让我歌功颂德完全是南辕北辙 但没想到蚂蚁金服的首席战略官陈隆 马上把这篇文章转他的朋友圈 然后下面回复 这就是我说的投资消费 什么意思 这篇文章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仅仅看交易大爆炸 仅仅是销售的象征 这个事本身并没有太大利益 但是你要想到的是 其实交易大爆炸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 什么资源 交易数据 是吧 大数据开始产生 对吧 像阿里的高文斌都给我介绍 每一天淘宝上的用户都能给他们提供100兆的大数据 每个人 不是说这个所有 但微信上就更多 这个大数据 它的最根本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大数据实际上我才真正反应 这是未来真正的黄金 信用资源 但凡一个经济想高速运转的话 一定需要非常多的信用资源 当然历史上黄金白银就是这种信用资源 因为光炮以货易货这个交易速度肯定是上不来的 这是大家本人就想象的 所以你看英国的产业革命 当它面对产业革命的时候 突然天然掉下顶是什么呢 西班牙在南美发现了银矿 是吧 在墨西哥发现了大银矿 是吧 表面富了西班牙 实际上最终支持了民国的产业革命 美国在大铁路时代 大规模的建铁路 经济大发展的时代 天然又掉了一项什么呀 这个加州发现了大金矿 就淘金热 一下大家注意啊 那黄金本身并不是产业 对吧 但是黄金作为一个信用资源 会极大的促进市场的流动 增加大家的信用值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但凡一个经济的繁荣 都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现在也一样 光产生交易大爆炸 本身这件事 并不是很有意义 但是产生了交易的大数据 新的黄金就产生了 因为会增加我们美人的信用值 这是我一下反应过来的 对吧 这个当然实际上 民俄宝支付宝 他们也多少反应过来的 但是他们中心化了 对吧 但是用区块链才能真正做到 确权美人的大数据 对吧 这个数据属于你 而且转移合规 这是作为资产 作为它甚至能够变现未来 什么叫投资啊 它是可以变成未来的财 对吧 股票是未来的财富 不是现在的财富 对吧 那么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哪个人的财富将重新产生 因为这么大的交易量很简单 最简单的模型 那么你可以有积分 对吧 本来积分 积分是早有一个概念 但是积分也恰恰以前 最没有吸引力的一个概念 因为以前的积分是 不能作为一个确权而流通的数据 对吧 积分只能兑换一些所谓的 那个仅仅是廉价商品 什么之类的啊 所以以前积分的价值极其有限 但注意 一旦确权到区块链的积分 啊 你就可以流通了啊 你的交易数据啊 实际上积分某种程度上 就是交易数据的代表 对吧 它就可以变成你的财富啊 非常简单的商业模型 我在给啊 给蚂蚁军部那篇文章就讲的 比如说京东如果十几年前 它就开始发积分 它只要规定 它的积分是总量有限的 对吧 比如每年就发一万个积分 但是它的销量每年都增长 对吧 那么京东现在 何止销量比它十几年 何止大万倍啊 对吧 所以这个商业逻辑很容易 就变现未来 对吧 十年前的积分变现未来 就能增加 理论上就上万倍 对吧 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变金融工具了 对吧 它就是证券了 对吧 这个逻辑就跟你现在买房地产的 对吧 你是买的这个城市的未来 不是这个房地产现在的价值 啊 它是变现未来的金融工具 所以有了这套逻辑以后 为什么叫投资者跟消费者 才能合二为一啊 交易量上去了 有了大数据了 你的数据变成你的财富了 你可以变现未来了 剁手党就自然消失了 对吧 你还会剁手 你挣钱了对不对 对吧 所以我在两年前就预言了去年那个 迅雷的这样一个现象的产生 但是迅雷合不合规 我们在这不讨论 但是这种金融模型啊 这种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现象啊 呃 已经开始非常大规模的出现了啊 据说迅雷去年增长了80倍 是吧 这个 它已经模特上 已经起到了一个变现未来的金融工具的作用 所以按照这套逻辑 未来交易大爆炸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时代 是一个给我们每个人能带来数字变成财富的时代 呃 正是这套逻辑啊 最后跟周子鹏讨论通了 对吧 计算思维大量进入到交易体系 对吧 过去我们生产领域是呃 通过所谓的这个 机械革命是吧 把手工业对吧 变成了大规模机械生产 现在我们靠计算思维大量的算力 进入到交易领域 对吧 让本来只能手动进行的交易行为 变成了大规模社会化交易行为 那么给我们每个人产生了新的黄金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的财富的状况将极大的改变 呃 所以后来我写了本书 为什么叫量子财富观呢 因为只有量子力学才能真正解释 就是未来跟现在能够同时存在 按牛顿力学 未来跟现在是不能同时存在 我跟一是不能缴在一块 量子力学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说 我们未来的财富的状态 大量的是未来史 大量的是数字表现的一个新的财富 这是未来我们所谓智能经济主要的内容 所以梳理好了这一切 对啊 包括从顾智能老师学到的那个计算思维 那最早是周宇珍教授提的啊 所以我们就说我们在搞的这样研究生的课程 因为讨论当中呢 我们很快就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什么样的系统能够支持你这么大规模的数字 变成财富 他要安全对吧 他要能够 首先要信用 肯定要用到七块链 他还要有可信的运行环境 结果我很幸运的 因为这两年正好 我们跟陈荣大师兄 关于李来云呢 有很多探讨 李来云已经开发了17年了 所以我们很自然的把陈荣老师呢 陈荣大师兄引到这个课程当中 这个课程是不能缺了像李来云这样的操作系统的 因为没有这样一个操作系统加区块链 他是不可能支持未来的我们所谓的智能经济的发展 这个所以开始我就是在拉课程是吧 就拉各种资源一块呢 把这个所谓想法的区块链 这个研究生课程开起来 但是有那么就那么一天 我印象特别深刻 应该是在六月份的一天 当时徐克老师突然给我发了一个资讯 说清华大学教育术正式批准 我们这个资格智能经济 区块链的研究生课程 已经正式的通过了 就是上课表了 我们下一期准备上课 但是我当时绝对不是高兴的 我下一期可以上课了 我突然意识到 我们干嘛不进行以来云的创业呢 这么靠谱的一件事 对吧我们的理论都完全讲通了 对吧我们都看到前景了 这么伟大的前景 而且陈仲大师又在以来云上积累了17年 对吧 这可以要真是说 七块链项目的话 任何项目不可能跟它相比 哪怕比特币 也就是现在才9年的历史 是吧 那它已经积累17年了 我说既然如此 那我们创业好了 对吧 所以马上 我第一个动作不是给徐克老师回答 我说我们可以上课 我马上就联系了陈仲大师 我说我们一块好好谈着吧 对吧 这个事不是光上课的 我们是可以创业 当然很快 后来的历史 刚才范围变是这样 差不多 大家也就知道 所以有今天的以来云 这个下面呢 关于以来云的这个计算思维 包括它的这个设计理念 自然是作为创始人 陈仲大师兄自己来介绍 那我呢 就算先抠砖引玉 最后呢 我想用一句唐诗 王国的一句唐诗 来表达一下我认为清华的这门研究生课程 跟以来云之间的关系 就是说 嗯 嗯 应该大概是晚霞于雾雾齐飞 秋水于长天一色 大概是这样一种想表达的场景 谢谢大家